Ru de la goza Zé on tu la mou y Tu e la rose 怪物猎人世界冰原这个游戏 安利起来真的是挺费劲的 什么叫做解禁啊 为什么我买了游戏下了游戏 却还是不能玩呢 是不是有点太麻烦了 我觉得 它好像只是个DLC 我觉得有点不太划算 我觉得有点不太划算 不要你觉得 我要我觉得 小的时候 我经常看到同学们 在掌机上面去玩怪物猎人 那个时候就觉得 这游戏好硬核啊 各种上千小时的大佬 刀尖填鞋左右横跳 那个时候我就发现了 如果说大佬是Hunter 那我就是特憨 特特特憨 但实际上吧 我玩了一会就发现 如果你只是要通关的话 也没有很难哦 出兵吧大哥 不成功 与你已经做到了 与你已经奉务了 对 与你 проблем 你不成功了 我必须 对 啊 fuck you 卡布扣 怪物猎人的玩法很明白 狩猎怪物 把他们的毛皮做成衣服 然后再去狩猎其他的怪物 一种循环 游戏里每个猎人都会有一个搭档 啊 误会了 不是这个连名字都摸得的大吉 事实上 我们最重要 也最凶悍勇猛的搭档 爱鹿猫 哦 对了 如果你的输出还没有这个喵厉害的话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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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要给朋友安利怪物猎人 其实很容易 不管他问什么 你就 有猫 啊 啊 猫会做饭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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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眼神吗 狩猎之前要选一把衬手的兵器 我最开始玩世界的时候有人就跟我说 什么双刀太刀的都是系列比较经典的武器 招式频频鼓起 然后我就信了他的鬼话 把范围缩长到剑斧和盾斧当中 因为他俩会变形嘛 我就想啊 这一个剑 一个盾 那肯定是剑 伤害更高嘛 谁能想到 明明的分岔路口 选择就没法回头 剑斧这个玩意儿 又笨又重又复杂 疯狂操作还没有伤害 而顿斧众所周知嘛 天下无敌啊 剑斧玩家流下了悔恨的泪水 并被茅车扔回了基地 我看了一下官方的说法 说这世界里面龙大概可以分为六大种类 牙龙种 飞龙种 兽龙种 鸟龙种 鱼龙种 骨龙种 听起来好像高考完被挑截到考古学专业了 而且大部分龙一旦发现你就会立刻开始战斗 但也有些例外 比如这个彩虹小马 你不打他 他不打你 你敢打他 他弄死你 你帮我我帮你 你不帮我我还帮你 帮了你你还回我 那我就弄你 怪物猎人系列的犯趴就是战斗 虽然大家都是猎人 但还是有不同的职业划分 第一 主要可以分为四大流派 第一个就是扬州修角流 短手武器集中对怪物的足部进行服务 除了基本的修角 有的时候还会涉及足底和美甲 还有洗头小内流 这也是我最擅长的 是这个不分场合 不怕死活的用飞翔爪勾到怪物头部展开攻击 第三个叫做贯肠高手流 一般是远程贯通使用的 但其实呢我不是很会远程 还有蓝尾切除处 剑类武器最热衷的一个流派啦 大部分时候都在屁股后面空灰 假装很忙的样子 还有就是疯狂回家拿道具的 baby猎人流 我因为装备垃圾 然后技术又比较菜 所以经常不得不使用这种流派 话说如果有哪个怪真的单挑不过去了 还可以一只穿云剑 就是对外发送求救信号 然后让大佬带你飞 不谦虚的说啊 这是我在这个游戏里面最熟练的操作 如果有人担心自己的等级太低 会不会被骂 你可以跟他说 对大佬来说呢 这是单机游戏 一对一决斗 对菜鸡来说 这是多人游戏 对于没有朋友的人来说 据我观察 这里的多人模式 跟外面那些给人巨大压力的社交游戏 不太一样 这个呢比较像社交软件 探探啊什么的 大佬和菜鸡间的匹配是双向选择的 所以如果有大佬进入你的房间 或者你加入大佬房间没有被踢出来 那就说明大佬是真的想手动提高游戏难 呸呸是真想先附带动后腹 精准复品各取所需快乐游戏 说到大佬 我认识一个 就之前听说他打猛汉瓦鲁多的时候 32个小时没有睡觉 打到他解禁为止 然后才去小气了一会儿 又起来开始刷装备 这次的话 听说他也是打了已经有24个小时了 然后我就问他 诶能不能发上你的照片给我看看呀 遭到了拒绝 但是没有关系 我可以画给你们看呀 冰原这个大型扩展包 可以说全是我最需要的东西 各种帅气强力的怪物加大了剂量 新增了各种武器动作装备什么的 还有一些方便的小改进 尤其是剑斧获得了试试机加强 今次的案例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游戏的话 就把这个案例视频直接甩到你的小伙伴的脸上 做以后的最后 Happy Hunting 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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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NG